那你休息一下 從王傳一開始抽好了 好 我的規則是這樣子 就是王傳一抽了題目之後呢 自己不可以看 要放在額頭前面 然後陳晨熙會幫你決定 我決定嗎 你仁害啊 可不可以怎麼辦 他是好人嗎 就你如果覺得那題很精彩 你很想聽王傳一講 你就知道他不要換 不過他蠻愛玩的 所以應該OK 可是因為這邊我除了可以陷害三個男生 現在不能陷害啊 所以 對 你就陷害王傳一 OK的 你陷害他OK的 就是師兄才能玩啊 你幹嘛 沒有沒有 不要陷害他 現在他就好了 不知道 我很不明星 你應該只會慢慢順過來 他很累 他剛剛睡飽 你看他很累 就給新秉一個機會嘛 你先拿 然後陳晨熙可以告訴你 你要做事 你不要自己看 放在額頭前面 這麼容易的題目換掉 好爛喔 換啦 來 不是 他可以決定 我們可不是大愛他 OK 好 這他說過了 有嗎 在哪兒 決定了 他說決定 可能是要聽嘛 對不對 這個 你要聽啊 還OK啦 好 OK 可以看了嗎 你看 說過啦 在哪說過 就是來貴節目講的啊 在我們節目講過 很亂的 你說 你幹嘛 耳朵是不是 不是 那時候全台灣 每個人都知道 就是上完你們節目 每個人都說 真的是在那邊嗎 沒有 好意思 講 雖然如此 可能還是有觀眾不曉得 本製作單位決定 讓大家再看一次 下次如果看到王傳一 可要好好的問清楚吧 王傳一先講啊 蛤 好啦 傳一講 不過是 性感 三個來可能都要講啊 呃 應該是 就是奶頭吧 哈哈哈哈 你還真的講啊 我氣死你 不要 我現在 不是 而且你還怎麼認真 才 才信號 你還沒有問我 我還願意想說 對啊 那我的性感 那你來懷想了一下 王傳一太幽默了 你 就排過一起啊 想一退 好Easy哦 太簡單了 Easy嗎 那你講 還好 Easy 也不是很Easy 成立 你拿成立 你拿過你 對啊 所以摸被你就會很想要怎麼樣嗎 我覺得太做 我覺得太做做 我們說的敏感 但是說被摸了之後 你真的會幸運高漲 用嘴巴 親貝欸 這個不行 用嘴唇輕輕的親是不是 哼 我不相信貝有比我那邊還 等一下 梅哥不一樣 我真的覺得你們 是不是因為覺得我很老實 所以我一直 但是你剛剛說這句好Easy 所以讓你打一下啊 是不是很簡單 但你好像沒有出聲音 我們就放過了他 他才想講咧 拜託 真的嗎 對 你幹嘛要講到我 賀進來 你要講嗎 拜託 不是我講的 是楊欣欣說你想講的 會有跟我們講的 哪裡 我覺得耳朵蠻舒服的 我記得我也講過 以前來也問過了 好像有 對啊 可是你們就很愛問這種問題 我現在也問過了 沒有 我們也有水準的問題 剛剛被我們丟進去 王傳醫 所以你的奶頭 現在還在敏感嗎 你不要搞到 最近沒有回頭下的問題 是這樣子嗎 上次講的就是算啊 現在還是 你有新增一些地方嗎 我已經是成年人了 就可以開成不光的 你是穩定了 已經穩定了 就是 還沒有開發到新增 所以你說陽澄還不穩定嗎 我不清楚 所以你們男生覺得 背是一個很不敏感的地方對不對 你們去試試看 幹嘛試試看 背很奇怪啊 不是試我 是別人 背其實還好 他如果趴著去 然後別人 很容易就用嘴巴碰到那個背啊 可是他是不是要放感情的 慢慢這樣輕上來輕下去啊 陳寗鎮定一點 是從頸子往下嗎 還是有固定的路線 等一下 怎麼樣 要上廁所嗎 怎麼了 我一被點下去 就沒有辦法 對 我聽說我先進去 對 他開一些時候 好像會對著 後面其他事情發生 真的 固定某些事 如果他這樣停不了的笑 你們會跟他生氣嗎 沒有辦法生氣 對 我跟他說中心一點 可能沒辦法 因為 對 因為他會停不了 可是越講他就會越笑對不對 對 導演會發飆嗎 不會 導演其實對他很好 他會這樣被余文俄看到 余文俄不會覺得他在高貴嗎 你真的開朗 你這樣只是神經而已 也沒有這麼神經 好啦 所以要聽許時豪的敏感帶呢 我已經放棄問了 沒有 我說你想一下好了 我還蠻想知道你敏感帶呢 我還蠻想知道 你為什麼問許時豪是不是 你跟觀眾解析一下 你為什麼問許時豪 因為有時候諧星的敏感帶 我還蠻想知道 是諧星人 不是諧星 是廣告新人 好 好 那個接下來呢 賀錦翔同學抽牌 然後Judy來決定 他要不要換牌 不過Judy的中文不好對不對 所以可能會看過種牌 上面寫出來 不會 你看我 你看我 你看我好了 就我可以選擇 要不要換牌 你隨便選 Judy幫你決定 你自己不會決定 好吧 請你放在你的額頭上 額頭上 這題還不錯 我可以看嗎 嗯 你要嗎 還不行還不行 Judy你覺得他要換嗎 Judy你決定OK了嗎 就是他認為誰是Gay 或不是Gay 嗯 不要 不要換嗎 就用這一題對不對 OK好 請回答 換 他覺得太簡單了 太簡單 換 這題還 這題還Easy 換 這題不是很Easy 就是說出誰 誰就是 好 如果是你 你要不要換 Homosexual 我換 我真的 不敢講是不是 對 對 反正你不在乎前輩們 你在懷疑而已啊 只是懷疑 沒有一口有 不行 真的嗎 嗯 他說要換了 好 那 對不起 可以換 好 這樣不能換 是說化妝前後還是說個性 都可以啊 好 這題音樂不能再換了 所以你就回答吧 哪一個明星 台上台下差最多 台上台下差最多 嗯 或許你要達高那一題也可以 蛤 我怎麼都知道 哪位藝人 對啊 就是就你所知的人好了 好 不然你可以 你可以選擇換回這一題 差最多 哪位藝人的性向 我覺得第二個比較 因為第一個我比較有想法 哦 好啊 好啊 好想聽哦 圈內耶 就我只有講我自己的朋友啊 誰 真的會講 我只會懷疑他啊 我自己會懷疑啊 他還蠻敢講的 那自己這也會斷出去啊 我覺得他不是啦 因為 這個很可怕 就是 越該被懷疑的 越不該講出來啊 就你如果要講就講一個 稍微捏定一點的 就是他比較 比方說王傳一這樣 大家就會很懷疑 沒有 因為我覺得 他越該被懷疑 可是他其實 我自己看他 其實真的不是 可以幫他正式 所以在演唱 你有看過他交女朋友嗎 我沒有看過他交女朋友 那你怎麼會覺得他不是 因為我覺得他 私底下還蠻冰的 譬如說從哪裡看出來 我覺得私底下就是 像我對朋友是很熱情 他擦指甲的擦黑的嗎 他不會擦指甲的 他就不會擦指甲的 好 你在講 你說什麼 你對朋友很熱情 像我就是對朋友會很熱情 就會比較 常常會虛寒溫暖之類 那他是那種比較酷的 比方說去哪裡 他根本就是會不理你 他會自己找自己 康哥也是啊 我覺得這樣蠻酷的 這不表現是man 可是我有問過他 說什麼 說你是不是 然後呢 不是 你怎麼問的 你怎麼問的 就問他 我覺得就問他 你又把他推到牆上去 幹嘛推到牆上 然後用手按著他肩膀 因為你已經看他眼睛說 你是不是這樣 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大家兩個人坐在 就是吧裡面聊天的時候 就會問他 就是吧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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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是在聊天的時候 然後就問他 你說你到底有沒有喜歡 他就直接說他不是game 他就說他喜歡 好